兴趣当饭师修车员没出路 看看这位资深古董车师傅 你也许会有不一样的领悟 他是Rico Chang 是一名古董车修复大师 也曾在马赛第125周年纪念的活动中 担任首席机械师 不过小时候的他 却是个不想念书的小伙子 14岁就跟着同乡来到吉隆巴 开始了自己的学徒之路 从20岁开始 他就闯进了越野拉力赛世界 经过多年比赛后 Rico逐渐在圈内打响了名声 同时也认识了不少热爱古董车的朋友 这些朋友过后才发现 Rico竟然会修复古董车 他给你整车 他车的问题一解决了就知道 这个是师傅来的 那你拿来一架这样一整下去 他很开心 你就慢慢一架一架这样 就变成累积来 整就越多了 现在 Rico表示 如今在修车这个行业 华裔业者已经越来越少了 一般上传统的父母都认为 修车是一门没出息的职业 但Rico表示 只要有专业 要让自己的家庭衣食无忧 根本就没有问题 如今他自己闯出自己的事业和名堂 即使在这毫不起眼的修车厂内 在听闻他的专业后 顾客也源源不绝找上门来 对他来说 这是否意味着自己成功了呢 我也都不敢怎么说去成功 因为做人最重要是中直 你有中直 你有一帮客人跟着你 自己可以说很成功 兴趣也能成为职业 只要保持中职的心态 修车员也能闯出一片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